因为新冠疫情停办的科技教育寒假创意科学营 今年迈入第11年 6号起为期4天在花岗国中举办 国中小学生齐聚 透过手挫爱欲 静电漂浮等原理 讲解和实作的游戏 期盼学生能够从生活中了解科学原理 奠定科学基础 从生活中了解科学 6日起在花莲县立花岗国中 举办第11届的科技中心 推动科技教育寒假创意科学营 安排电学智慧农业能源等主题 花岗国中校长黎安明表示 生活处处是科学 以游戏方式搭配解说 让学生在寒假尾声轻松学习科学原理 奠定科学基础 今年的课程还是以动手作为主 第一天可能着重在白努力订立 昨天的话我们是带一些燃烧的概念 包含酒精箱还有电土泡 还有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现象 第二天的话我们给他们自己操作一个叫做太阳能遥控车 也就是说让他们用蓝牙的部分 自己可以从零开始去组装 那今天的课程的话 我们是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的食品的像爱意的制作 还有水母飘另外用简单的瓦楞板纸板这些 让他自己去做一个跳板 跳板的话让他自己用弹力 橡皮筋的弹力让他弹得很高 那这些我想对孩子来讲 让他去思考我们科学原理 在日常生活可以应用的一些范围 我想今年课程还是着重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科学 四天营队透过手撮爱欲、静电漂浮等实作与游戏 引导学生了解科学原理 引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许多国高中参与科展的孩子 在科学营后产生对科学的好奇 而花钢国中在本次2023Y1爱爱世界青少年创科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中 也获得两赢五同的好成绩 期盼引导更多学生学习科学 不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而是培养未来探旧与实作的能力 记得蒋帮燕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